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对跨境卖家而言 能进行投放的部分Facebook广告类型 多种Facebook广告配合打法能让卖家投放内容保持市场适应性 以下是卖家能多线程进行投放的Facebook广告类型 动态广告 动态广告是只能够根据目标用户表达的偏好及过去在网站或APP上的浏览活动来定位用户的广告 卖家可以把它看作是能自动向潜在消费者展示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商品的广告产品 动态广告分为DABA广告和DPA广告两种 前者适合用来拉薪客户 后者则是用于已经产生过互动的用户 因为有更引人注目的图片及价格显示 动态广告往往更具吸引力 就其本身而言 动态广告对于交叉销售向上销售 在营销和提高转化率都很有帮助 动态广告里可以包括产品细节 店铺信息甚至是店铺地址 并以此提高消费者跳转到卖家店铺的可能性 2. 标题 标题的作用同样是吸引消费者注意力 需要用最精炼表达来告知消费者广告内容 3. 文案 不同于标题 文案可以说是对标题的补充信息 即关于广告的其他信息 以及卖家店铺或品牌的其他细节 视频广告 轮播广告 如果想在一个广告位展示多个产品 轮播广告能很好的派上用场 轮播广告可让卖家在一个广告位中显示2-10张图片 前每张图片均具有唯一的外部跳转链接 除了能同时推广多个产品之外 轮播广告还可以让卖家 提供更多关于单一产品的信息 将品牌和产品的故事娓娓道来 聚焦单一产品池 可制作产品详图 以最大限度提高转化率 能更详细地介绍品牌和店铺 包括品牌及店铺的定位 以及品牌及店铺 与竞争对手的差别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froissワー au 您好 respondents 感谢观看